书界上回 接说这一段雍正前下退 上回书咱们说到 展翅金雕铁掌礼员 业入和监府 他已经探明白了 和监府知府路柄人 以及师爷 这都是坏人 他打算呢 惩戒惩戒这个路柄人 哪知道有人哪 先行动手了 赶礼员来到屋中 师爷和陆知府 已然双双被杀了 这礼员可吓坏了 动手之人行动迅速 这个武艺未免太高了点了 杀人放火 虚仪之间 总是抢先自己一步 那么他从和监府跑出来 一看狗哨的家 也被人家放火 给烧了 现在自己 也不用搭救这孙姐大姑娘 因为通过路柄人 跟师爷聊天 听出来了 有人把这孙的姑娘啊 已然给救出 和监府衙了 自己往家走吧 这顺和监府往回走啊 沿路上暗含着要打探打探 消息这一问呢 可不然李源吓坏了 和监知府 银业被杀这个事情 已然嚷嚷出来了 说的是沸沸扬扬 那传的是神乎其神咯 您琢磨琢磨 一个国家的四品 黄唐 在自己的府衙之内 遇刺身亡 而且手段残忍 是投尸两分 杀人放火 梅刘踪迹是梅刘踪迹 可是外边都嚷嚷 是李源干的 李源打听呢 他总要找江湖人打听 没容他问呢 人家先说了老侠 您是这个 这岁数还能够这样的 嫉恶如仇 还能够快意江湖 还能够这样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逞赃官 诸这样的大大的贪度 您竟然能够 夜入 他的和监府衙 将他的投尸两分 大快人心 老百姓和监义府的 这些个人民 那就甭提了 是拍掌称快 就是我们大伙 听说这消息 我们大伙都很受鼓舞 赞成您老的 狭肝义胆 同时钦佩您的胆量 另外 羡慕您的身手 年龄在这儿呢 这岁数了多大的本领 可这就一节 您这事做的有点高调了 前凡您进府衙 我们就知道 是刘刀祭简 惩戒赃官 其实呢 根本没那么回事 这话还是李源自己说的 是回来糊弄儿子的话 哪知儿子 对外宣传 一时鱼羊尽人皆知 李源怕就怕这个 就是说杀鹿饼人的这个事情 不是我李源干的 也是我干的 我现在浑身是嘴 拨口难辨 你说不是不行 你就是叫什么 说现在话 重点嫌疑人 你有动机啊 你飞刀祭简 你吓唬人家来的 再不老是弄你 把你人头拉下来 现在人头下来了 那你弄的 你不光有动机 你有这样的能力啊 这话别人说 如同放屁一样 他办不到 唯独你李源说这话 大伙福 深信不疑 就说李老侠 您杀的 祖然是好 为什么要做得这么明显呢 李源一琢磨 我也甭解释了 他该死 这话也磨棱两口 我没说我承认我杀的 我就说他该死 那什么 老百姓也这么说 一听说知府路边 人让人给把脑袋切了 大伙兜这俩子 该死 早该死 他死了 屈于祸 但是李源杀的 那到时候 抓李源 把李源抓到 正凶手 盼李源又盼不到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 鼓掌叫好啊 大伙都存着自己 这么一份心 当然也有人说了 人李源是侠子 人有这能耐 我是没这能耐 我有这能耐 我不用李源我就去 这都是说便宜话的 把人杀完了 您说这话了 李源一瞧啊 我甭废话了 我先回家吧 到家里一瞧 这气啊 真得说不打一出来 为什么俩儿子听说了 在家里已经摆上 庆功的酒宴了 老大金头狮子李勇 还搁一边 二爷银头狮子李宽 这份高兴就甭提了 我爸爸太给我做脸了 李源一瞧 家有这样的孝子 男儿在外 何愁不做横事 我小八十的愣让小冤家 把我挤的和建府 谈这么个事情 这份冤就甭提了 愣是不动声色 这得说是李源的深沉 俩儿子也认铁了 何建府是死在 老爷子手里疼 李宽的他不为别的 他就为外边吹嘘起 为个人抬杠的 你说我爸爸 侠哥不管事 管了没有 惊天动地 四品黄糖脑袋切下来了 是侠哥不是 我是侠哥儿子 谁不服 不服来 理论来 他就为这个 你故你痛快了 你把爸爸喝着去了 他爸爸呢 连生死都不露 吃喝来 把家林都找来 别咱一人撒呀 后头叫你妈 一块 喝 老太太一球怎么了 行侠侠仗义一辈子 也没这么高兴过呀 这回杀个赃官去美成这样 你怎么也说我杀赃官呢 俩儿子都跟我说了 何建府的知府 让你把脑袋给切来了 我呀 不是我 不是你 你高兴什么 我不高兴 我该怎么着呀 您哪 赶紧吃 吃完了 回屋收拾东西 怎么样啊 二位少爷 二位少侠哥 吃饱了没有啊 李冠说吃饱了 怎么着爸爸 吃饱了 我外边房房 还有谁是赃官 不是别去 我用你 我托付你 替我仿赃官了 宝贝 赶紧回屋收拾东西 保着你妈快走 小孩拉屎 咱挪挪窝 干嘛咱走啊 不走不行了 跟你们俩人啊 我也废不了这话 你们俩就这混蛋孩子 你哥哥还行 你呀 哎 你不外边惹祸去 你窜动我出去惹祸去 我都服了气了 那咱上哪 上哪啊 保着全家的老小快走 奔山东 山东东昌府 朝不临 侯家庄 到那儿 找你大大爷 镇东侠 侯亭 侯振远 也可以 找你二大爷 一轮明月 赵九州 仓首 不援 侯杰 二侠 个侯振山 也可以 不管谁在 把咱一家子 全都收留在 侯家庄 就跟你俩大爷说 过些日子 我上侯家庄 找他们去 咱们再说戏情 合着到家 就吃顿饭 这家就不能呆了 李渊明白 官面人 马上就到 官面人 比李渊 走的慢 比社会上 比江湖上 传的慢 那慢多了 您多么天亮 这儿发现了 凶杀现场 他的和奸府 先要 验这个现场 验尸 验道 这个道路的道 就这得人 打哪进 打哪走的 得知道 要锁定若干的 嫌疑人 还要行文上线 一个知府 死了就完了吗 那不能 他知府上边 还有衙门呢 有很多大衙门呢 就得往省里头去 省里头 当重大的案件去办 再回来这回文 底下再办这案 就晚好几天了 当然了 这是大案 也是雷厉风行 不过比李源 还是慢了这么一步 李源居家 已经离开了 清河游访阵了 这儿是衙门的人才到 李源明知此举不至 就说你这一跑啊 那就更没跑了 这叫什么 富安再逃 人家 人家就是现在呀 一体言 拿我李源就是了 我还不能跟家小在一块 一旦被人发现 刑藏一家子全完 自己得担走 自己一琢磨 江湖上可脱靠之人呐 就是侯家哥俩 俩儿子保着他母亲 到侯家庄了 应该说就安全了 我怎么办 我两条道 一条道 我仿这个杀之府的郑兄弟 多赞逮着他 我压着他到衙门 投案 这事不是我李源干的 是他干的 可是有一节呀 我得有这能耐呀 不错斩尘金雕铁掌 李源山西老侠的徒弟 我一辈子没怎么栽过跟头 这回呀就让你栽一回 谁敢说一辈子不栽跟头啊 咱们这套树 说了这么些日子 您也听明白了 郑谷侠董钱董化医怎么样啊 李源的老师 于成于栋海怎么样啊 同林同海专 有一位算一位 都是成名的人物 谁也不敢说自己不栽跟头 就拿五圣人张明志赵明珍来说 擂台之上 这样的飞扬跋扈 金灾罗汉原达化 一个纸条乖乖跟人家走 说你这 擂台这么勇这么横 你打呀 你把这擂台 整个给挑了 躲着阵擂的 全把他们打输了 怎么人老和尚一登擂台 连打都没敢打呀 小纸条一晃 乖乖蹦下擂台跟走了 这不叫灾吗 这也叫灾 更何况 咱们这书已经死了不少有名的人物 什么叫 云台的三维剑客 那竟灾跟头了 连命都丢了 简单说吧 李源打针找这位自知啊 自己还没那么大能为 干脆 我宁堵城门不堵水口 要讲就讲光棍 我李源一辈子江湖 我比谁都光棍 要讲洞市里 我李源就不成了 我不成可有朋友 有靶兄弟叫同林同海川 同林还了的吗 同林可是练靶似的 练靶似跟练靶似不一样 那是王府的把势架 那是王府的教师爷 我这点事 杀四品黄塘 夺的娄子 我要想上衙门把我这点事 说清楚了 那废了人尽了 也说不清楚 你怎么解释 也是你干的 可是有一节 我要托海川兄弟的门子 只要到北京 见着四皇子 拥亲亡了 鲜碎他老人家 一听完了 嗨 多的点事 和建府路病人死了 死死了吧 是您干的不是 不是啊 不是您害什么怕呀 千岁都甭去 二拇指宽一指条子 拿着 直接找直立总督 就把我这条子给他 让您协办查案 多阵逮着 元兄多都算完 李元不仅没罪 官人了 就是查正兄的官人 协助衙门的老义士 老英雄 老侠客 这些日子在外边 抓拆办案 所有拆旅费 都你直立总督出 走到哪儿 住店店去 吃饭 饭去 你掏 还得给派点人手 要是四爷处理这问题 就这么处理了 李元不想动这势力 那没办法 居家老小的 安慰自己一身的 清白要紧呢 这会儿啊 想起朋友了 人在难处私宾棚 一辈子江湖交朋友干嘛 多个朋友多条路 多个冤家多堵墙 交朋友不就为互相帮忙吗 说这样让人看多势力啊 是啊 想着一气相交 那儿没赶上事 危难时刻想起来了 海川一定肯帮这忙 得了 我呀 大的方方奔北京 谁能想到杀和监府的人 奔北京呢 那儿反而最安全 到王府 我见海川诉说以往 凡他给我递上话 我再见庸亲王 所万幸的是什么呢 当初千岁还没封王的时候 出了北京城 头一战 就是我们家 四爷引真认的第一个江湖上的老英雄 就是铁掌李源 就是这老爷子 我跟佟林 是头一个朋友 地坛 二侠 侯杰 他们俩人结拜 我跟侯杰把兄弟 所以我们联盟把兄弟 自然的朋友 这么多年 同龄有为难招宰之处 我李源很帮忙 这交情没问题 就是没有同龄 在千岁面前 我也有点小面子 到北京 倒是一条正路 打这说 取到北京城 到北京 略微的 打在肩 吃点东西 跟人打听着 可就奔了雍王府了 原先是四卑了府 现在可就雍王府 那您各位 要到我雍和宫 您就知道了 那雍王府 夺面的气派 您琢磨琢磨 这么大的亲王府 那门口 能没有港吗 能没有把门的吗 老侠个到这 跟门上一打听 说找教室 找同林同海川 那您不能王府找 您向他们家找去 要到同林家里面 说没在出差了 李元一琢磨 没在出差 那我还得找王爷 没有同林的隐间 来得这么不凑巧 我愣找千岁 也能给我这面子 他要不认识我 那我还真张不开嘴 皆因为啊 千岁跟我很熟 那得了 我不能白来这一趟 他哪这千岁也不在 到门上这二次叫门 门上一瞧 老头怎么又回来了 您不是找同教师啊 您上家找去 您这有点诚心 我怎么 他不在家 您不知道吗 我知道 知道你让我上他们家找去 那您说找同教师 我不知什么事 您要给带句话送点东西呢 他在家不在家 您教他们家人就行了 您问我这人 没带福利 我告诉您上家找去 我哪不对啊 李渊一听 哎呦 侯门深似海啊 宰相门前欺品官呐 您别瞧 新王府上 一个门卫 这话说出来 难以反驳 对 愿我 您这话 没错 那怎么办 我不找同侠子了 同教师不找了 那您找谁啊 找你 您找我干嘛 找你把我带进去 我打算见见千岁 千岁没在 没 千岁也没在 啊 同教师 不是老得保着千岁吗 跟千岁一块出去的 出差了 千岁也没在 这么大 千岁跟着同龄板 是溜达什么 他原先是背了时候 随便出京还行 亲王恐怕不能随便出京吧 这是您的 唐色之词吧 我说你这老头怎么那么麻烦呢 我唐色你干嘛呀 他说不在就不在呀 您哪 呃 有什么话 撂下 我可以替您转达 蹲蹲回来 我告诉 您别这麻烦了 走吧 这一轰李源 李源身上背这么大案 有心火呀 又是个侠客 有脾气呀 李源一瞪眼 我说你这人 怎么这么别扭啊 你让我进去 不让我进去 我能让您进去吗 万说没在 就在 那也不能随便进去 我回完了 千岁还有个见不见呢 啊不 我没问你千岁在不在家 我也没问千岁见不见 我问你让我进去 不让我进去 我 我不让你进去 哦 你连说三声不让我进去 老头一琢磨 我心里头啊 也有点火 我最近也被点蛆 得了 我拿你啊 出出气 你今儿不让我进去 我教育教育你 这小子一听 一乡下老头说话这么横 三声 三十声 三百声 三千声 三万声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 难道说你在我这门口 刚说到这 身后又来了一人 大胆 躲开这 赶紧下台阶 我没认错 是李老霞吧 李源这已经 散好了嘴巴了 还三声 头一声 啪就给你贴上 大着帖子 就贴上 铁掌李源 真要说给低嘴巴 脑袋 能给删先来 那不能真打 李源要打他 也就是这手 这指度 这手指的前面 这仨指度 来个小嘴巴 也就这意思 真说这乍巴 那要轮圆了 给他一下 铁掌李源 这掌铁掌掌 您琢磨琢磨 那脑袋不打碎了 跑出来谁呀 何春 何春认的 听门口一犯嚼情 心里话这 看门的 又给千岁惹祸 紧着嘱咐你们 上这门上 找千岁 找同教师的 许是江湖人 别得罪 问清楚了再说 在这门道里头 听着听着 就知这话词不对 赶紧出来了 你起开这儿 一看果不其然 是李源 我没认错 是李老侠 李源这么一瞧 您 您怎么不认得我了 我是何春 何大总管 您这脑筋真好 来吧 您请礼拜来吧 让进 那哪能不让进 你来 李源用手 一指这把门的 谢过你们大总管吧 我干嘛谢他 他刺动我一顿 我还谢他 他替你 省一顿打呀 你要不让我进去 你说你这 躁挨得多冤 我这非打上你不行 大总管 这老头 他凭什么打我 凭什么打你 打你都不多 他打完你 我还打你 躲开躲开躲开 你赶紧进来吧 门上不是这一位 去 把二爷找来 二爷叫这何吉说的 二爷到头了 还想得起来这位吗 哎呦 我看的是像李老侠 恨你们哥俩脑子真好 兄弟不错 李元李老侠 来吧来吧来吧 他们二位 担有待客的地方 不能往千岁屋里 千岁屋在家 大总管 二总管 这个下厨 也比一般人 那家里的房子 讲究的多 王府里头 没有赐房子 二位总管 这个房屋 也十分的宽敞 这儿有人 怕伺候两位 大总管 二总管 这茶水点心 全摆好了 李元一瞧 好大的派头 千岁 没说瞎话 真没在家 海川也没在家 听着这个话 李元就一皱眉头 何春何吉 是干嘛的 那眼里都有事 老侠 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李元马都误会 哦 我不是来借钱来了 没有什么为难 我遇见一点 棘手的事 可就不知道 京中有消息没有 什么事 何坚府 路秉仁 被杀是 尸头两分 还搭个尸业 不知道 这消息到北京 慢急了 就到北京 到刑部 也到不了 何春何吉这 谁没事 让王府送这信 尤其王爷不在家 何春何吉 乐得清闲 每天就玩 何春何吉 只要是王爷不在家 这府里 简直他们俩人 叫山中不老虎 猴子称霸了 那就搁不下 他们俩人了 他们俩人 还关心 实证吗 实事 那都不问 没事 说俩人 行过大堂一坐 打听打听八卦 最近有什么大案 问这干嘛 俩人接触 宗人府 内务府 二府 这还接触得着 各衙门上这来 递手本 见千岁 俩人一概不在 就免见 最多把手本留下 回来跟王爷说 谁来过就完了 哦 何间知府 谁 陆秉仁 陆秉仁 不知道 也不是走 那么四爷的门子 不知道怎么上去的 他怎么死了 头十两分 您什么事 是这么回事 简单说吧 我呀 跟人家说 我曾经惩戒过他 我给他飞刀寄过简 实际呢 我没飞刀寄过简 那您说这干嘛呢 您辖客不少年了 感情啊 快八十 辖客就好几十年了 那您还 不这虚名啊 妈呀 您没给人飞刀寄简 您干嘛愣说这个 要别人说无所谓 这不您自己说吗 还不是 我是为了糊弄我儿子 哎呀 令郎 贵羹啊 老大四十七 老二四十了呀 啊 哥俩都那么大 您还糊弄他 他不傻不年轻 糊弄他干嘛呀 不这我们家务事 这就说不清楚了 他反正这话是我说的 可不是我办的 人就都以为呀 我呀 要惩戒这和建府 实际没这么回事 结果他这一被杀呀 我还在案发现场 哦 到底怎么回事 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 何春何吉一听啊 呦 沾包 没您的事 沾上了 哦 那就明白了 找海川 打算建千岁 也没别的意思 让千岁 动势力 先把他 由官面上 这案给他解决了 再慢慢访查 行凶之人 也就这份意思 何春何吉 明白 可这沉重 他们俩可不能担 这就是当奴才的 俩人一拍胸脯 单挑大拨哥 横打鼻帘 行了 这是您们管了 教我们哥俩了 教他们哥俩能办不能办呀 能办 您别瞧不起何春何吉 直立总督那儿 不好说 行不大堂 一句话 行不正堂 那也是走四爷的门子 当上的这行不 万说行不 五府六部拔的朝臣 亲王郡王 卑子卑乐 见着何春何吉 不买账的 大概也少 就是千岁 打算走动走动 官司行性人情 也得他们俩办去 别人办不了 这事不能让同海川去 各府啊 见何春就如同见千岁一样 要说打他们俩 拿这口子绝能办 可有一解千岁不知道 不知道千岁打算不打算管呢 所以俩都心里明白 话可不这么说 知道李源这意思了 不能给他递这铁 哦 这么事情啊 这还真棘手 老爷子 这不好办 要千岁再好说 凭您跟海川这交交 千岁又很赏识老英雄 跟您格外的有这么一份亲近 大概千岁要伸手啊 这事情 嗯 还许能办 你这话都不说全了 千岁伸手 这事就保证没事了 这都不能说 不能替千岁惹事 这须还能够办 可眼睁千岁跟海川都不在呀 李源说 就是啊 这趟就白来吗 不白来 千岁跟海川奔天西山了 跟您说实话 我们知道在天西山 您老要腿快呀 够奔天西山 见千岁当面说是最好 另外见着海川呢 一杆侠义英雄 见侠客都在那儿 您就仿这一案呢 也得几个得力的帮手 李源一听 这就是了 那既是这样 我就不在贵府讨扰 我就走了 您别忙 何吉这儿陪李源聊的 何春可就出去了 一会儿的功夫可就把钱拿来 可有一己 这要千岁在这一身手 千八银子也是他 这俩人呢 做不了这么大主 但是给钱给主能做 可不是他们俩掏腰包 也从贵坊之 这账都得算在千岁头上 可是呢 俩人一伸手赏一千不行 二百三百的做得了主 可就拿了二百银子 就放在李源的面前 李源一瞧盘费钱我不去 你们哥俩的好意我领了 不成 钱已经拿出来了 这要千岁在 您要说不拿 那千岁就不乐意了 就我们哥俩没那么大面子 您也不能博我们哥俩 这钱可不是我们哥俩出 我们哥俩也没那么些钱 这是替千岁行人情 无论如何 您老把这钱带上 李源说俩奴才给我的钱 我能要吗 我上人门上不要钱来了 我说不拿 得罪千岁 得罪他们俩人 我说拿呢 我这么大岁数 脸上不好瞧 伸手在这二百两银子当中 可就拿起一元宝来 这元宝是五十两的 四个元宝二百两 这是五十两的一元宝 铁掌李源俩手一钻 这块银子在手里这么一揉搓 往起这么一拉嘎巴 他就掰下一块了 这是愣掰的 也没准头 拿手一颠呢 总有十几二十两吧 这半俩银子就搁在这儿了 我要不拿不合适 全拿更不合适 得了 这块银子还不算千岁的 就算你们哥俩的了 日后相见 我李源必有一份人心 二位总管再会 把这小块银子一带 走了 合成合集 拿这半块银子一瞧 去把那看门的找来 那一会儿来了 我不知道他侠客 我没说什么 这刚说 你瞧这个 这怎么了 他掰的 银子掰下来了 整块的一元宝 这不四个 这仨整的 这多笨了 你琢磨琢磨 你这脑袋比这块银子怎么样 这位一伸舌头 那许还差点 二位总管 您这把我救了 是啊 那你看 这怎么办呢 二位总管 您晚上 我晚上也没多少钱 是不是 我这攒点零钱 晚上不能咱们报赌 您看怎么样 咱们咱们咱们 东安市长 东安市长 咱们咱们金姐 暴徒怎么样 甭管哪 不拘 不拘 你有份人心 你知道我们哥俩 对你的好 就是是是是 好家伙 人命啊 这是 这二位慢出了一步 我答话一抢 这老头 这老头给我一嘴巴 我完了 那么李源 顺 雍王福克就出来了 着急啊 恨不得赶紧 见千岁 见同林 把自己身上 那点事给了了 越走啊 越着急 自己一琢磨 哎呀 李源呢 气势好挤了 这辈子江湖 怎么混的 这么热的天 又敢心里有事 照这么走 非病了不行 别着急 稳住了 得了 白天啊 太热 太阳太毒 歇着吧 哎 夜路啊 又凉快 而且我还能施展武艺 展翅金雕 那轻功了得呀 我呀 我晚上跑得还是快 欲速则不达 我越白天着急赶路 越到不了 索性白天我住去吧 白天找个店很干净 这些日子奔忙牢牢 心里边又有事 不得歇 不得歇 这可算歇下了 吃饱了 喝足了 竟然沉沉睡去 老爷子夜觉醒来 天还没黑呢 二次吩咐伙伙计 给我打酒 预备晚饭 吃饱了 喝足了 再晨会儿 这可就结算电饭账 伙计一条 您大黑些的天都黑了 您干嘛去 那你就不用管了 我到此处是 头心 爽友 哎我白天住店 吃饱了 喝足了 晚上他回家了 我上他家去了 那我们就不管了 结完了店饭账 李源可就顺店出来了 一看呐 哎自己这主意对了 夜晚之间十分的凉爽 这太阳一下去 自己走道也轻声了 越走天越黑 渐渐的路径人稀 自己往下这么一塌腰 可就用上功夫了 跑的这个快 也别说 真要说伯昼之间 道路之上让人一瞧 七十好几老头子 跑这么快呀 横遭无意 大伙可都得琢磨 这老头怎么回事 晚上跑没人瞧 正往前走 投了一段林子 就听林子里边啊 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 哎 来了 别让他过去 紧跟着 蹭蹭蹭 从林子里 穿出四个人来 四个彪形大汉 每个人手里边 明慌慌 是一口大刀 啪 把路给拦了 掉脚 可就把李源围在当中 老霞来个急刹车 一看 哟 你看 晚上走路 还真走着了 快上断道劫财的了 该找你们哥死个倒霉 王府那位嘴巴没挨上 你们可就挨上了 老头暗带着军人 陆金腾射棒在腰里围着呢 自己呀 就个小包袱 把这小包袱呢 往尖头这么一推 面带惊慌 顾漏着这么一份呢 惊慌失措的样子 拿手一护的小包袱 几位 干什么 这几位 一人一口大刀 干什么 你过不去了 你在这 在这 李源一听 多网到 没说抢钱 我问你们干什么 应当了 抢钱这么做 把小包袱了 身有多少钱 拿出去 看你挺大岁数 不忍伤害你的性命 把钱拿出来 帮你走 这才是断道劫财呢 我诺大的年纪 一无仇二无恨 打着路过 结我包袱还不行 我在这了 干嘛 这就要我命啊 好狠的责呀 李源无名火动 李源说 几位 这是干什么呀 我怎么了 我就在这了 你们难道 是要 抢我吗 抢你干嘛呀 你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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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瞧在这份 做做表演 多么样的逼真 告诉你 甭装了 让你过去 我们要倒霉了 你甭废话了 我们跟你拼了 李源一听 还不是抢钱 什么事 哎呀 我说几位 咱们把话讲明白了 你们不是抢我钱 谁抢你的钱 你们要不抢我的钱 这是干什么呀 一夜之间 我打此路过 你们等谁 我不知道 你们要等 你们要等的人 我呢 要赶 我要赶的路 我走我的 你们等你们的 认错人了 我不挠你们 把道路闪开 放我过去 甭装 就是你 李源一听 这人要是被驱寒冤 到哪 都受这委屈 那不是我杀的 愣说我杀的 怨我嘴欠 这可没招谁 没惹谁 我这走好好的 不认识我 愣说是我就要截我 四个标形大汉 一人一口大刀 要取我性命 你们认得我 就是你 认不认得也是你 你们要这么说 可就有点不讲理了 老头啊 也不装 把小包袱摘下来 斜着 往自己身上 这么一扣 也没啊 伸手量自己军人 往这一站 好吧 那我也就甭对付了 你们 四个人 四口刀 我一遭老头子 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甭跟他废话 您跟他说什么呀 这过来举大刀 罩着老头脑袋上 朝下就剁 恶狠狠 这一刀夹短风筝就下来了 您多么他手里的一口大刀 老头也不敢掉以轻心 也不知道他们四文夺的能耐 一看他往过一蹿 一举这刀 这刀 奔自己顶梁门一批 老头心里瞧个大概了 你要说他没练过吧 练过几天 你要说他练过吧 也就练几天 行家一伸手 就知有没有 似乎铁掌李源 这个能为 要按咱们这套书 要说到剑侠堆里头 马尔提豆腐 就提不起来了 可是有意见 要跟这四位走上 李老爷子就是天神的想法 那能耐就大得没边了 微然往下这么一蹲声 翩翩声 也就是让他这刀锋 可是这手可迎着他的刀去 往下一蹲声 这手迎他这刀后手 就找他那钻刀 这腕子 这刀锋在这 拿着这稍微一架 这手护住了 他还空着一只手呢 那手腕要来呢 往下存声不为躲 可是为掌声 要说俗了叫鸡灯布 您别瞧不起这手武术 可有一节腰腿功夫 慢说 小八十岁的人 就年轻人 这鸡灯布这腿 得抬起来到这 由这往外踹 这多的力量 学徒我四十 十五的时候 也没有这能力 我小时候这腿 就没抬平了 您说我这腿抬平了 到这 没有啊 我哪有功夫 您听说我这说剑侠图 现在说没人跟我抬杠 几年前我说剑侠图 还有武术家找我呢 岳伯 你是不是练过 什么我练过 听你说这书 说的不错 你这有点把识 来这咱们会会 我谁 谁有把识 我没把识 我不会 我就说呀 您别瞧不起 这首武术 往下蹲身就攒这力 削着这条腿 得把这颗膝盖 整个提起来 把这提到这 鸡灯布 由这儿 平着往外 这么一蹬 这个俗武术 我可管用 这刀在这儿呢 人已经抢进来了 这一脚把他踹上 这小子 躺一下就出去了 他还真有功夫 刀冷没撒手 为什么 没容他撒手 扑通一下就趴下了 那仨一瞧啊 对喽 就是他 可不能让他过去 他过去 咱们又完了 那三口刀可就上来了 老头一瞧啊 这四位这能为啊 仿上仿下 都这意思 这趴下这起来 这趴下这起来 连军人都没亮 也没敢使重手发 把这四个小子 就打躺去了 再起不起来了 为什么起来 还得趴下 多费事 李源说打吧 怎么不打了 打不过你还打人吧 四个眼泪都下来了 完了 起来起来起来 你们四个可别跑 我问什么 说什么 绝没有性命之伤 我真是打死经过 现在你们信不信 我也不知道你们 怕的是谁 等的是谁 能说跟我说 不能说我也不打听 我告诉你们 认错了 四个一听啊 人这话太讲理了 大概是认错了 我们四个人负责 守在这儿 一看您就有点像江湖人 我们看您这岁数 新了话 我们四个人还办不了您呢 没养到没办了您 您把我们办了 我们呀 这刚说 就离着不远 就听见 罗响 紧跟着 这人声就起来了 挺乱 咋啦啦啦啦 唐啦啦 护庄的 这个串罗一响 四个人脸上 颜色更变 当时 姐姐连钞就转了 老爷子 坏了 匪人已经杀到 我们庄上了 您 是 Engine 是打这路过的 真打这路过的 您跟我们 庄上眉丑 我都不知道 你们是干嘛的 那您这么大 能得受累吧 帮我们护装吧 李源一听 我哪就帮你们护装 你们四个人拿着刀子 截老头 你们是好人吗 我们这是好人 我们装上被匪人袭击 是这么回事 各位 李源在这小林的边上 就得站些日子了 咱得让这四位把这话说清楚 话不说不明啊 目不短不透 砂锅不打 一辈子不露 听书 您就得听个始末缘由归根结底 哪段书也能一带而过 哪段书要一带而过呢 您听着也没有意思 他这四根好眠的 拿着刀上这憋老头来 咱们就让这老头 跟着他到那去 帮帮帮 亮出棍来一顿打 也能了事 但是呢 这说书不能这么说 赶在这儿了 咱们就得细说 这叫什么 插笔书 咱就要把这段书说说 这四人呢 就是前面这庄子 这座庄子 叫七星庄 这七星庄的庄主啊 姓郭 手使一口大刀 人称大刀郭靖林 郭爷呢 航八 官吃就叫郭伯爷 郭伯爷呢 跟前 是三儿子俩姑娘 这三儿子呀 一个叫郭英 一个叫郭豪 一个叫郭子 俩姑娘呢 一个叫宝金的 一个叫宝银 大姑娘宝金呢 嫁外村了 小姑娘呢 在家 可是呢 大刀郭靖林 这三儿子全会舞 娶这三儿媳妇呀 大嫂子张氏 二嫂子秋氏 也都会点把事 三儿媳妇不会 这是个武叔世家 郭家专呢 就这七星庄上的呢 姓郭的人多 大半都跟哪 大刀郭靖林 学点武艺 可是郭家哥 仨有武艺最好 这个小姑娘出气 从小不喜真知 不爱女工 怎么样啊 专门带习武 可就跟俩嫂子习武 小女孩嘛 大嫂子张氏 二嫂子秋氏 教给她武术 学着学着呀 这俩嫂子不拎了 她这武艺别看小 比俩嫂子高了 她能够举一反三 出类旁通 小姑娘聪明 俩嫂子一瞧啊 完了 这教员当不上了 得了 改同学吧 一块儿 一块儿跟你大哥 哥哥哥哥三哥小吧 可有哥仨 教这妹妹 哥仨喜欢那小妹妹 灵啊 你说这一天教的三招两拭的 他不成 他不干 一教就得十招八招 可第二天一招不辣 把自己所学的武艺啊 每天要温习 你也不用啊 督促他自己十分的用功 您琢磨琢磨 岁数又小 又肯下功夫 这武艺是大掌 教着教着啊 仨哥哥也不拎了 仨哥哥一瞧啊 把宝银就带在大刀郭敬林的面前 告诉老爹爹 连您仨儿子带您俩儿媳妇 全交不了小妹了 您老人家亲自交吧 郭八爷一听 宝银有增大能耐吗 练我瞧瞧 小闺女这一练老头子的爱就崩提了 可爱啊 好啊 大名我给交 老爷子又给交 倒是比仨哥哥俩嫂子呀 交得好 本来他就比这三兄二嫂聪明 在家老爷子喜欢 那这最小的一姑娘啊 亲自督促 加工 没有 这么几天的功夫 就超过三兄二嫂啊 很多了 武艺直逼老爷子 你说一姑娘家除了屡历差点 这大刀还抡不动 老爷子抖这大杆子 还抖不了 剩下小巧之意 跟老爷子就得说平分秋色 郭敬林呢 本来跟姑娘说不上江湖这些事情 说不着 由于这姑娘这么出息又上午 经常的跟仨儿子聊天 也让他旁听 这天突然间的 小姑娘宝银啊 可就问了 老爹爹了 说爹爹 我跟您练舞 练这么些日子了 我的仨哥俩嫂子 都现在弄不过我 他们都打不过我 您呢 也是指日可待 什么叫指日可待 我也快打不过你了 瞧这意思够瞧的 您为什么 您教我都没什么可教的了 不过我跟您练这么些日子 咱们 七星庄 咱练这武艺 咱们姓郭的这武艺怎么样啊 爸爸 您在江湖上能排第几啊 郭敬林一听 排第几 哎呀 打头了输 打后的输 好 我爸爸怎么问出这么一话 那打后的输 打后的输 哎哟 打后的输 你数个三年二载的 也数不着我这 爸爸我是名列前茅 哦 那打头了输 那容易 打头了输 从第一开始数 数这么一年半载的 就数上我了 爸爸我在江湖上 怎么也得排的七不十万吧 老头啊 真得有点自知之明 打后的输 中国人多了 上万万人 数啊 几年年数不到我这 我大刀 郭敬林 保护了一桩子 我比一般人总强的多 真要搁的 输口堆里的 七不十万都少说的 比我能 那人大扯了去了 老头这话 虽然说玩笑话 但跟姑娘 撒儿子面前 这是爸爸该说的话 哟 姑娘一听口烦了 爸 我跟您练 这么些日子 感情是 二不郎当的 把式 老头一定哪 小这么些色嘴 什么叫二不郎当的 你想 您才排的七不十万呢 您好比是八十万 我八十万 零一我也没地方露眼去 打您这往前的时候 还七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呢 那咱们这能力 太差点了 依着你那份意思 有品龄高都没有啊 比我高的不七十多万人 别从七十多万人里找啊 哪么 前一万人呢 能排上前一万的把势 教我 我跟人小完了 我不是还超过七十多万人钱吗 是不是 您琢磨这道理 老头一听 姑娘啊 人大心大 还想在一步深造 你说一姑娘家家的 我说不让她练吧 她已然练了 我让她练吧 她还瞧不起我 我给她找老师 一时之间 我哪给她找老师去 姑娘 是这样 按说你一姑娘家家 练到这份呢 就行了 为什么 你就是跟天下第一小 你也不是天下第一 总有比你本领高强的人 就拿爹我说 跟你这仨哥俩嫂子 连你都算上 装得让这些年轻的后生练武啊 不畏比第一 为的是墙身断体 外出啊 封墙有个自卫 不受辱而已 往大了说 保护咱们的庄园 往小了说 哎 自己的身体硬硬朗朗的 你练过呢 总比不练的强 可是你这份上进的心呢 爸爸又不好意思的打消 你这话说出来了 一时之间 我要给你找啊 高明的把势 我也找不着 这么办 你看行不行 过些日子 老头为什么说过些日子呢 这八月八月 可不是在家行八 他这一蒙把兄弟啊 是哥九个 郭敬林行八 除了九也比他小 往上数这哥七个 都比他大的多 他这一蒙把兄弟 要说最厉害的是二爷 二爷姓林 林二爷叫五彩凤凰 永镇徐州 林二爷可不是徐州人 是山东人 半世闹的徐州 江湖人称五彩凤凰 书中代言你可听明白了 要按林二爷的把势 就够健康了 今年已经九十上下了 挨个往下排 三爷四爷 到三爷四爷那还八十来岁呢 五爷六爷这也七十多年过古西了 到七爷这还年过花甲 到八爷这一下差不少 我八爷呀 今年也就将够半百 下边呢 是俩闺女撒小子 除了这小闺女保银呢 剩下可以人 也都算成人了 都娶媳妇了嘛 那么要按这林二爷比他 大了快对一圈了 都快两倍了 可是一琢磨 我这姑娘这么小 我要把她领到二哥那儿 二哥决定得答应交 收我这姑娘当徒弟 辈也不乱 可是江湖上不好领 我这姑娘才十多岁的小姑娘 拜二哥 这不合适 要说我身边把她最高的 那就林二哥了 我带她去当徐州呢 可也说不上远来 也该看看二哥去 可是庄子张这么些事 一时走不开 暗含着呢 就是敷衍一下姑娘 你别着急 姑娘不知道啊 姑娘还不依不饶 不着 你得交 你得给我找人 行行行 她当时敷衍过去啊 这个话呢 可就传出去了 三哥一瞧呢 老爹爹答应了 也想进步 深造深造 暗含着托人就仿了 有高明的把势 我们七星庄上要聘教师 教武艺 这天还真来一位 毛随自建 自称姓元 叫元段建 这个段呢 就是段序的段 山建的建 这名字挺怪 元是哪个元 他不是元大化那元 元大化那元呢 就元日凯那元 这元段建 这元呢 是一元两元 一元初始的元 元旦的元 这位元教师呢 可就到了七星庄 面见呀 庄主大刀郭敬林 说我会把势 我听说 您这庄上 有很多年轻的后生呢 打算聘个武教师 农闲的时候呢 大伙练练 大刀郭敬林一听啊 我这还这么为难 什么时候见二哥呀 带着小姑娘去一趟 可是有一节 没时间 这位来了 这位能耐怎么样 不知道啊 哦 好 元老师 这个元叔 我跟您说 倒不是别家 就是我们家 我仨儿子 俩姑娘 大姑娘嫁人了 二姑娘在家 也跟我练过几天舞 我这把势有限 想聘请一位高明的把势啊 教教我这几个孩子 既然您毛随自荐的 自然有高明的本领 我把这几个孩子叫出来吧 好啊 叫出来 您别往前让 即使随您习武 您家得有把势场的吧 有啊 专门有练武的地方 那咱们到练武场 我先看看功夫 好 也可以 收徒弟吗 你要没练过 干脆直说 我这三儿子 一姑娘什么都没练过 一张白纸 打窝腰尾腿 从心灵给练 那也行 这叫落挂 可是有意见 跟你练过 我得先看 他们练的什么 练的怎么样啊 谁收徒弟 也得先看看 这徒弟基本功如何 把三儿子一姑呢 都叫到后部练武场 把袁段剑呢 就给请到后头了 三孩子过来 给袁师傅见礼 宝银知等 这是爹地给自己找的老师 不知道那老师能耐怎么样 过来也是彬彬有礼 口称袁老师 袁段剑说 那行 先看看功夫吧 好 我让他们练练 别忙 让谁练练 让仨孩子给您练练 您看看他们功夫 我没说看他们功夫 让他们看看我的功夫 连您这姑娘 带您 您不叫大刀郭敬林吗 您不有把什么 练得好坏哥一边 您必须有一点力的 我是毛随自荐 谁知我袁段剑有功夫没有啊 别我唠一梦是行 到贵宝庄上蒙吃蒙喝 我不落这个 这么着我练两趟 练完之后 入您的发言 您觉得我能教 令郎令爱了 您留下我 咱们谈谈树修 谈谈这个教师的待遇 谈谈这几个孩子怎么跟我小 是庄上的年轻的后生都跟我小 还是就教砖管 您家这四个孩子跟我小 说我这五腰不行 您看不上啊 我是一杯清茶不饶 我就走 嘿 郭伯爷一听 好啊 人这位心里有根 大半这功夫是错不了 要不然啊 不敢这么说话 行 那您要这么说 我以为您要考察考察 我这几个孩子呢 既是这样 那您练 我们瞧瞧 啊 先瞻仰瞻仰 您的绝学 好吧 这仨儿子还一般 这话可就对了郭宝银的脾气了 郭家小妹一听啊 郑和事 我瞧瞧这位来比我爸爸怎么样 感觉人家圆断剑呢 连长衫都没脱 这这大腕就穿着 卖步可就下场子了 我先打趟拳吧 好 这趟拳呢 可真了不得 连进十八步 一步一拳啊 是一拳挂一拳 这叫进步三十六拳 感觉进步三十六拳 打完一掉脸 叫退步三十六拳 这套七十二行拳 要讲究拆招变化 就无尽无休了 打拳的这套拳 得照着两个时辰 人家步拳打完了 不过就是进步三十六 退步三十六 七十二拳打个大概 有点模糊 就收了 就这个 把郭氏一家瞧的目瞪口呆 打到快的地方 说拳了真得说 足不沾沉一股旋风一样 看得郭家父子 是眼花缭乱 郭靖林一瞧啊 甭找二哥了 这就有富裕 练完了 怎么样 您看 好啊 军人我在练了 这大杆子是谁 是我的 您能抖起来 我瞎练 这个令狼令爱谁行 他们都不行 他们没在这下午功夫 好我来了 伸手兵器架子 可就把这大杆子拿下来 大杆子可不是俩手 单手把这大杆子拿下来 那条在地上 这条在这 也就在那了 这大杆子往这一扔一条 懒龙的箱方 往下一撤 伸子往下一矮 凭着把这大杆子往起一端 就单绑这么一抖 噗呜一下 郭靖林一瞧 就这一手 我就来不了 活了 紧跟着 啪啪啪一涮这杆 真有功夫 小巧之意 自不必细说 我就练这么点 您看怎么样 太好了 真比我郭靖林 高出不是一点半点去 可是这几个孩子的灶火 袁老师您哪也甭去了 就我装成了 这就给您预备房子 守着这把这场子 给您开出来 自己的独立的小院 一日三餐想吃什么 是要酒要肉 您说话 咱们这树修银子 您说多少 您也甭交别家 就交我这四个孩子就行 独单有一句 我嘱咐您 您说 就我这小姑娘 我这小姑娘啊 匹着这仨哥哥聪明 我这仨儿子也好恋 跟我一样 不太开窍 拙点 所以我这一辈子 交的都有 能耐的朋友 跟您说 我们这蒙把兄弟 除去我哪位 放在江湖上 都是人物 就我安眠点 为什么呢 他们也教我 我就学不会 我就到这儿了 我这三儿子呢 也就这样 我这姑娘不然 我这姑娘是真聪明 为什么请教师 就是他随着三兄二嫂学艺啊 学着学着就交不了了 跟着我练也交不了了 我会的全交他了 他现在的能耐 就快超过我去了 所以我特意嘱咐嘱咐您啊 在他身上 原教师务必 您多费点心 您多搁点工夫 我这姑娘啊 不是我夸口 她是个可造就之才 好啊 即使这么说 我格外的要给他上上小资 那是最好不过 这一共四个同学 老师单给小妹上小资 只要不是仨亲哥哥呀 那可就醋了 绝对不能够容忍 可有一点 仨哥哥爱这小妹 甚至超过了父母 这一家子哄着 郭宝银一个人 他也真搭着聪明 跟老师这么一小啊 冤断见可就爱上这小姑娘了 太机灵了 说要教他走大赶子 有点勉强 他个女孩子履历达不到 这样吧 我教你这兵刃呢 跟他们都不一样 看你喜欢不喜欢 老师您说 背着郭室三兄弟 圆断见从身上摸出一对短笔 哎呦 姑娘一瞧 这宗兵刃自己都没瞧过 老师 这么长一对短笔 这怎么练 我练你瞧瞧 赶紧把自己这一对判官双笔 这么一练呢 郭宝银一瞧 他抖那大赶子打那趟拳 就没意思了 这对笔小巧可爱 笔招惊奇 老师我就想小这 小这可得下功夫 尤其我这对笔 哈哈 宝银呐 我教你这些日子 就你这么聪明 一定能学会 可有一节 你得下点大功夫 我这笔啊 一共是三盘架子 三套 每三套当中啊 还有三手绝活 叫飞笔 宝银一听 怎么叫飞笔 好 袁段坚一说 他这飞笔难了 不是说这三套打完了 最后趴有一出手 不是 这三套架子 哪一招都能飞 这飞笔不是单练 任何一招随时接这飞笔 这一对笔 讲指哪打哪 诶 练准 而且练速度练快 最后就要练 跟这三套笔法的配合 脸儿冲前冲后 手在上在下 笔尖指这指那 不管哪 当时就得撒手 我这绝招 就这么绝 练得难 就在这难了 除了我 还别人不会 要不是宝银你这么聪明啊 我还真不教 舍不得我这绝招 可是你要肯吃苦 师父我全教你 郭宝银一听 您看我怎么样 真好 每天 窝腰盘腿 站架子 他爸爸打的基础不错 教完了 这三个兄长 格外的要给他上小字 每天教的这笔法 三套架子 就郭宝银 他的这个聪明劲啊 一年 这些招就都拿下来了 运用上稍微差点 林迪的经验差点 可一截 这会就能传这非笔了 每天要练这准 最后再配合这招 这准怎么练呢 可就打死把 一定的不言 那立场把子可就打 每天打 打到郭宝银最后 这笔甩出去扑 就在把心上 这是打定把 就是死把 打完这死把 可就要打活把了 你是活的 你的对手也是活的 人不是猪猪 站着让你打呀 你也不可能站稳了 瞄准好了 别动啊 我要多你 那比多人家 人老是让你多吗 动手之计 你也动着这招 不定使得哪 扑着一笔就飞出去了 他也在蹿蹦跳跃 闪展腾脱之间 哎 就得打这活物 打这活物 哪那些活物让他打呀 你就逮小兔子 你轰这小兔子 他也不一定准跑啊 再一个 小女孩传小兔子 还爱不过来呢 小拨兔拨又拨呀 两只耳朵竖起了呀 竖起来 竖起来不合折呀 这这边就甭上口了 那怎么办 怎么打这活物啊 要说圆断剑会交 当初人家这么小的 走 带着小姑娘 就不在庄子上练 出七星庄 过护庄河 到庄子外的 有这么一段柳林 打柳树枝 没风的时候 柳树枝那锤着 那朵戏呀 拿这打 啪 打起来了 荡起来 他就动了 往回来呀 往回来 打这 回来 这一笔打出去 这只笔 把它打得荡起来 是死的 再回来 这只笔出去 把它铲熟了 打活着 要改有风 那就行了 柳枝乱化 练这个 是有风也能练的 没风也能练 真说不成啊 圆断剑 扶着这柳树 干嘛 动魂动魂 让它动起来 练 姑娘每天呀 柳林打枝 练的呢 方法都会了 那就自己勤练 圆断剑呢 可就不跟着了 每天 先教他 翻过来 原先先教仨哥哥 后教他 现在先教他 教完他 给他温馨完了 庄外 去练打柳枝去 这儿教仨哥哥 教完仨哥哥 他也回来了 一块吃饭 每天如是 就在庄的门槛 离了又不远 又都知道 他是七星庄 老庄主大刀 郭敬林 八爷的掌上明珠 谁敢惹他 姑娘有把势在身 这天 照样 跟老师练完舞 怀揣着自己一对笔 到庄的外头 去打柳枝 练得正在高兴的时候 就听有人呐 拉着长声的 这么一叫喊 喊 谁喊喊这么喊 你要在戏园子这么喊 这叫道喊 喊喊啊 那A在头了 行 哎 好 干个精进 这儿真叫喊 把这A歌后头 这好意拉长声 出这种怪声音 喊 这事叫好吗 姑娘一听大怒 青霜笔 回头这么一瞧 一看 在柳林外头 站着一个年轻的后生 长得还挺精神 怀抱了一对双脊 刚练完 打这儿过 好他喊的 你干嘛 姑娘好 一家的人宠着 撒哥哥撒嫂的 父母老师 每天夸 他就知自己能耐大 他确实也聪明 他从小就知道聪明 他认为自己是习武的奇才 老师见着他也爱 喜欢 不教别人的都教他 自从练完这对双脊 现在除了袁段见 袁老师 什么爸爸哥哥嫂子 他全瞧不起 这回 我跟袁老师洗完 我不能排的第七十多万了 我怎么也进一万之内了 行了 这个年轻的后生 怀抱双脊 淡着这儿 他们这一拉长声 一叫怪好 他不让了 你干什么 这个抱紧的年轻后生 我瞧你练得不错 我表扬表扬你 我用你 我用你夸我 你怀抱双脊 你会练 你懂不 我练的是什么 你练这不就判过笔吗 告诉你 你这么叫好 不是好叫 男女有别 告诉你 我一姑娘家家的 你就不应该站这儿瞧 你是哪儿的 是哪儿的你甭管 瞧就又瞧不掉一块 怎么着 我瞧瞧你 你还吊秤是怎么着 我瞧了怎么着 我喊了怎么着 这孩子说话也挺重 这孩子在家也惯着 这姑娘一听 不行 不行也得行 这俩笔就在手里攥着 这就往锅卖步 这一瞧怎么着 你还要动手 怎么着 把这双脊也给分开了 站这一拉架势 这一瞧 或你想动手 过来扑 双笔就点上了 这个举双脊 这叫招架 两个就打在一块 你要依着锅宝银呢 这一笔就在这耿嗓上 这又弄死他的心 敢一动上手啊 呦 这人也得在一万之内 二维棱站一平手 使双脊的少年呐 不输他 双脊舞动如飞 可有一截 这对短脊啊 分量可就比他这对比啊 沉得多了 久战之下呢 姑娘可就有点厉乏了 你可听明白了 他在这个 小巧之意上 下了很长时间功夫了 在这履历上 什么斗大杆子 拧麻花辫子 这他没练过 甚至于说就 时索时钝呢 他都很少扔 他这仨哥哥行 他不成 他一瞧啊 老师这么样的夸奖我 教我的绝技 我自知我出去已然 很厉害了 哪知碰上这么一个无赖少年 我都打不过 这一对矽这么厉害 哎 老师教我这飞笔 我还没真飞过呢 不成我飞了一下子 看看怎么样 老师说了 我这哪招都能用上 还没给我安过招呢 这得怎么练 这得练啊 从第一招开始 老师说飞 啪 这第一招使完 就得飞出去 第二招飞 练完三刀架子之后 每招都能接飞笔了 都能打中死把了 然后就拆招 许从第六招开始 打招练 练练第六招 老师说打 这就得打 又过了几招 第二招五招了 打再打 慢慢的练 打完死把 再从头打火把 这飞笔才算练成了 他现在没跟人动过手 他一琢磨 反正我打不过他 打时间长了 我力量没得大 我还许吃亏 姑娘也有点心慌害怕 打算给他一飞笔 小孩不知道 双起舞动如飞 一瞧啊 他这笔健慢 就知道他履历不敌自己 招数占平了 战久必胜 斗志可就起来了 双脊反而加紧 他挤着这郭宝银 要使这飞笔 郭宝银这笔 瞧准了就要撒手 怎这么工夫 圆断剑赶来了 大喊一声 住手 为什么 瞧出来了 郭宝银要拼命 其实来了会儿了 看郭宝银跟人家动手 瞧瞧自己的成果 教了这么些日子 武了 我这徒弟怎么样啊 哎 你要真说找一不如的 三下两下就打躺下来 看不出好坏了 找一能耐大的 三下两下把我徒弟打躺下来 这一下 寒心了 练半天 不怎么样 哎 这小孩这武艺正合适 这对己经过名人的指教 高人的传授 跟我这女徒弟能占于平手 正好把她锁链呢 是尽数的发挥 正合适 可是打着打着 一看姑娘啊 走后留招要飞了 这可不成 你这一笔飞出去 打在她要害之处 就把她的性命伤了 甚至于说 不死 她也得重伤 大喊一声住手 姑娘一条救醒来了 元端健得来 那等半天不回来 自己在人家教这姑娘 带着装子外边 打柳枝去 老不回来 自己有责任呢 让仨哥哥跟着等着 你们接着练着 他可就出来找来了 到这整看见 你们因为什么打架 我这练武 他怪声叫好 哦 怪声叫好 后生 你是哪儿的呀 你为什么要怪声叫好啊 我哪儿的 你管着 你干嘛 我是他老师 我姓袁 叫袁段健 他这笔是跟我小的 你怪声叫好 是瞧不起这门武书啊 这孩子不会说话 家里边惯的 他也不说 他姓什么叫 什么顺杠爬 对了 瞧不起这门武书 不但他练瞧不起 你练我也瞧不起 好不会说话呀 孩子 这么办吧 你跟我说说 你姓什么叫什么 家是哪儿的人 我知道你是哪儿的 我好打你 打完你 我给你们家送信去 我替你家大人 替你的师长 要教育教育你 哪怕我把你打死 我也不能让你来个 无名之鬼呀 娃娃你敢说吗 哗 你可给我横的 我告诉你 我姓丁 我是丁家泼的 我爸爸是丁家泼的丁庆元 袁段健一听 坏了 丁家泼的丁庆元 手里一对几 可是自己个劲敌 这人武艺很好的 而且 臭名昭著 恶名在外 这人的外边的名声 不是特别好 也错非他 别人也教育不出 这样的丸子来 嗯 你是丁庆元的儿子 对了 我叫丁土 丁土 好 你的胆量不小 既然敢报 奶父之名 来来来 你不瞧不起这门武术吗 咱俩比划比划 说着话 一伸手 把自己这对鼻子 就拿出来了 叫律师 你徒儿 瞧瞧 为师我打 那丁土那儿行啊 两招都没过去 这笔往前 一压大的双几 往前一七身 这笔一扬 就奔得耿嗓去了 这孩子 啊的这么一声 这笔可不能真往下扎 跟孩子扎死 没仇没恨呢 丁庆远 又不是一好惹的 撤手一抬腿 当 孩子趴下了 告诉你 随父习武 不要这样的嚣张狂妄 你凭什么瞧不起 一门武术 一寸长 一寸强 一寸短 一寸弦 即使我们练这种 小巧之能 他就有他的独到之处 慢说是你 就是你父亲 他见着我也不敢如此 回去对你父亲演讲 今天是谁把你打了 我是七星庄上的人 此事与七星庄的郭庄主 可没有关系 告诉你 我是这儿的教师爷 是西斌客位 我在这儿是朋友 教人家武艺 我姓袁叫袁断剑 你父亲如果说我打你 屈了 不服 你们父子 可以上七星庄找我来 你自己能走吗 你只要能走 捡起你的双脊 自己回家去吧 这孩子一听啊 这位把话讲得很明白 呼噜一下爬起来 第一张一伸手 把自己对脊抄起来 一只手一滴了 用手一指 袁断剑行 袁带 你胆子不小 你盯着 这事没完 我告诉我爸爸去 小孩可不都这个吗 打了我 我告诉我爸爸去 小孩没头撒嘴如飞 往兵器泼跑 袁断剑可就把 郭宝银领回来了 到郭家庄 让宝银休息 仨哥哥看着吃饭 自己派人可就把 大刀郭靖林找来了 八爷 我替庄上惹点货 呦 怎么了 嗨 呃 也怨我 我把丁姐泼的人得罪了 丁姐泼得罪谁呀 我打了个小孩 是丁庆远的儿子 叫丁图 哦 他怎么招着您了 都没招着我 他招着我这女徒弟 您这小闺女 宝银了 啊 他把宝银怎么样 没大碍 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我一时赶到 我把这事给了了 我踹着一跟头 连个油皮都没伤着 可是话我是这么这么这么说的 是不是替郭家庄 八爷您惹点货呀 惹惹了吧 没法子 是接着早晚出能 姓丁的 我们俩人还真有点过劲 嗯 有什么过劲 有什么过劲 这一说呀 话可就长了 若干年前有这么当的事情 哦 若干年前有这么当的事情 怎么当的事情 四点半了 今儿还是说得了吗 八爷一听 哎呀 今儿还真够呛了 把人也打了 货也惹了 怎么着 来人 呦 去点茶 郭八爷今天弄点郭八 小米的麻辣的 咖喱的牛肉的四样 是不是 咱们晚上弄点小锅巴喝点茶 咱们聊上一聊 那今儿聊不完呢 下礼拜天再聊 咱们어도 ため commanded 惊喜过许会 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